2月14日,克什米尔地区爆恐袭击事件,印度军方阵亡44人,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矛盾瞬间尖锐起来。 现在来看,巴基斯坦情况不妙,有被印度全面孤立的危险。 美国国家事务安全顾问博尔顿高调宣称,美国白宫站在印度立场,支持印度进行越界打击。 伊朗也坚定支持印度,将为巴基斯坦对于境内的恐怖组织挂霞无力,在必要时刻,印度可以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越界打击。 2月15日,印度召回驻巴基斯坦大使,印度外交秘书一口气会见了25个国家使节,要求这些国家停止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支持,甚至要求联合国母大常任理事国,对巴基斯坦爆恐袭击事件进行表态和站队。 去英国卫队的2月17日消息,印度很多地方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,分烧巴基斯坦国旗,高喊反巴基斯坦的口号。 印度总理莫迪高调表态,你们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,也在我心中燃烧。 莫迪对印度部队已经下达了命令,要求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,对袭击的招事者,进行军事打击,对袭击幕后策划者,实施严厉惩罚。 2月15日,印度取消了巴基斯坦最惠国待遇。 2月16日,印度将巴基斯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00%,对巴基斯坦实施关税惩罚。 要知道,巴基斯坦已经陷入了债务危机,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,巴基斯坦正在和世界银行积极磋伤,希望能够得到世界银。 行为高额贷款,现在,印度对巴基斯坦实施经济制裁,就使得巴基斯坦对危机雪上加霜。 关键时刻,中东逊尼还老大沙特呈出了援助之手。 据路透视报道,在当地时间2月17日,沙特王储撒勒曼,抵达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。 撒勒曼表示,沙特和巴基斯坦一向是兄弟国家,巴基斯坦是沙特的友好联邦,我们一起走过了艰难和美好的时光,将来我们将继续走下去。 王储是15年来第一位访问巴基斯坦的沙特领导人,对此巴基斯坦高规格对待。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拉,汉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,亲自到机场迎接。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拉,汉出任司机,亲自开车迎送沙特王储。 据悉,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,这对巴基斯坦而言,无一旅选中送叹。 本号将文凭侃军事分析,国内军迷很多人称呼巴基斯坦为巴铁,其实沙特和巴基斯坦也是铁兄弟关系。 两个国家都属于伊斯兰逊尼派国家,沙特是逊尼派老大。 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,沙特对巴基斯坦的帮助都不乏余力。 在美国对巴基斯坦实施武器禁运后,沙特一白才驾向巴基斯坦出售美国的F-16战斗机。 当然,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世界战斗力顶尖国家,对沙特的回报也非常丰厚。 沙特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庇护。 在也门战场,沙特联军剿灭胡塞武装过程中,来自巴基斯坦地军队是军队王派。 因此在印度对巴基斯坦实施制裁,巴基斯坦被鼓励时,沙特伸出了援助之手,投资200亿美元,全面支持巴基斯坦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